这是一块足以打败日本的金表 他被一名中国人捡了起来 不过他没有还给对方 反而是将其带进会场 当着全世界的面给日本人上了一课 进入会场之前 沐野先生为了讨好我 争夺山东的特权 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日本人勃然大怒 他大骂无耻的中国人偷了他的东西 在这个全球瞩目的外交会议上 这无疑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 可就在其他国家纷纷看戏时 外交官顾为君竟突然承认了下来 沐野男爵愤怒了 他真的愤怒了 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 那么我倒想问问沐野男爵 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 偷了整个山东省 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 该不该愤怒 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 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 算不算是 大气 是不是无耻啊 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仅仅是一番话 瞬间就怼得日本人哑口无言 而这也让其他国家终于见识到了来自中国的愤怒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众国家就元气大伤 纷纷要召开巴黎和会 共同探讨战争中的遗留问题 然而这表面是在追求和平 但背地 哪个又不是心怀鬼胎 想要争取更多的战后利益呢 更何况追求利益也就罢 可中国明明作为战胜国 却连最基本的待遇都得不到 在外交团刚到巴黎的第一天 众人就明白了这是一场恶战 想要从日本手里夺回山东大省 必然会遭到其他势力的层层阻拦 然而没想到的是 西方的嘴脸连掩饰都不掩饰 在众人连屁股都没做热的时候 赫然提出了一个过分通知 原本留给中国的五个代表席位 直接就缩减到了两人出席 要知道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还有五个席位 代表团找上了外交部长抗议 可从对方这一身穿着来看 显然并没当成一次正式交谈 或许在他心里 若国就没有外交 不过顾维军却不卑不抗地说 顾维军的话 显然让部长有些不满 他表面让众人在客厅等他 可实际上 却在不紧不慢地修着胡子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部长这才换好衣服走了回来 不过言语之间 却是一句都不提席位的事情 好在顾维军十分聪明 看着他始终站着不愿坐下 部长便好奇地问道 顾维军的聪明 使得他一句话就点透了本次来疑 部长也不好再演下去 于是委婉地开口说道 其实不是我们在针对中国 而是日本在单方面的进行抗议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一会我便会去找日本代表谈一谈 争取给你们保留五个名额出席 可本以为这是一次巨大收获 没想到就在会议开始前 众人再次接到了 只有两个名额的最终通知 哪怕再去抗议 恐怕也是来不及了 问题是中国只有两个席位 席位的多少 关系到中国的利益 这我当然知道 但目前中国的处境应该忍耐 忍耐 难道我们中国忍耐的还不够吗 看着大家争吵不休 顾维军急忙打断了众人 与其在这继续探讨 倒不如想想怎么拿回山东才是重中之重 就在去往会场的路上 日本团不小心把金表吊在了地上 不过不为军没有还回去 反而是借题发挥 暗指日本用同样的方式霸占山东 嘴上说的是帮扶护主 其实就是列强的强盗主义 更何况山东对于中国意义非凡 怎么可能拱手让人 山东是中国的 无论从经济方面 还是战略上 还有宗教文化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 就像 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全场一片掌声轰鸣 所有人都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如何 但此刻 他们却知道了中国冒出了一位 无法撼动的爱国意识 会议结束后 日本代表明白自己落了下风 于是他私下找上了顾维军 想要来一招糖衣炮弹 只听日本代表说 我和政府很钦佩你的才华 此次前来 也是想向中国表达下最高诚意 我们可以归还山东的管辖权 不过为了中日友好发展 山东的经济权还需要继续由日本掌控 一番比喻过后 郑维军也没再搭理对方 只留下了一脸茫然的日本代表 而对方一看软的不行 那干脆就来硬的算了 第二天 总长收到了一份紧急训练 要求撤换顾维军的代表一职 理由也很简单 顾代表强势的态度 完全不符合和谈的外交形象 一时间内部众说纷纭 有的支持顾维军的做法 有的则说其太过锋芒毕露 但不论什么样的评论 总长只有一句话 可惜没过多久 日本以更多的经济利益回口 直接收拢了英法美三方势力 只要山东能归属于日本 那他们就可以无条件签下法尔赛合约 而面对着经济诱惑 三方果然调转枪口 不停地向中国代表团强硬施压 可即便这样也就算了 没想到不争气的北洋政府 竟然宁愿割舍山东给日本 也不想和其他国家闹得过于僵硬 而总长收到的最后通知 那就是直接签字 此刻顾维军内心挣扎到了极点 割地求荣 谁敢成为民族的罪人呢 可如果不去 以其他国家的嘴脸 还不知道会想出什么办法来针对中国 没等顾维军缓过神来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民众而理 工人会更是堵在门口 逼迫着顾维军确定自己立场 如果他爱国 那就不要去会场签字 而如果签字 那就不要想着能活着回来 没人知道这一晚如何度过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顾维军一定很煎熬 到了签字会议当天 所有战胜国难掩笑意 纷纷痛快地就签下了凡尔赛合约 可只有战胜国的顾维军 却停在了会议桌前 我很失望 你们凭什么 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 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人质意尽了 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 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 请你们记住 中国人 永远不会忘记 这沉痛的一天 顾维军走了 带着中国人的奥古离开了会议厅 他违背了会议准则 违背了政府留下的死任务 在后面的路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回去 是否会遭到其他势力暗杀 可是那又怎样 苟且偷生换来的性命 又岂能比誓死如归活的更有尊严 而这场会议 中国成了唯一没有签字的战胜国 也是第一次向西方列强说出了一个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